哈喽各位车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线外邦广州车展示范 我现在来打望一台 就是产品的知名度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它的产品综合力 还算非常不错的一台 国产SUV 就是我身旁的这台启程新 其实这一台车的话 它有很多值得去说的一些亮点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台车的一个背景 它是来自于整个雷洛日产和三菱的联盟 这一台车的话 它是在日产的郑州工厂生产 也就是说它跟齐骏是贡献生产的一台车 它基本上可以称为合资自主 其实它是自主品牌 但是它整个的采购体系 包括用料和生产工艺 几乎都是跟合资品牌几乎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称为 它是合资自主品牌的车型 这一台车的外形的亮点其实很多 整个它的原创度非常的高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头 车头的话采用的是这种点证式的中网 它一共有据说 一共有66颗的这种闪亮的点证式的蓝心 来突出整个中网的一个质感 并且这个地方采用一个V字形的logo 来突出整个车的一个时尚感 好之外大灯部分 它采用了这种矩阵式的牵LED大灯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车的侧面 其实这台车的话 它定位是一个A加级的一个SUV 所以说它的车身尺寸会比我们看到的很多 比如说哈佛H6 或者说包括长安CS75等等 很多车型会更大一些 它的尤其是车宽 车身的宽度的话非常宽 它达到了1905毫米 所以从车身的正面和后面来看的话 这台车会显得非常的顿实 它车宽非常的宽 而且的话整个车的轴距也是非常的长 它轴距达到了2756毫米 所以说它在车内空间这一块的话 也会比一般的A级紧凑型SUV会更大一些 好关于这台车 其实有很多的亮点在车内 我们待会去车内跟大家详聊一下 启程星这一台被称之为智能SUV的车 它有什么亮点 我们进车内去看一下 我们重点来体验一下启程星的这一块非常大的 15.6英寸的中空屏 然后它首先就是第一点 它整个屏幕非常大 但是呢这一块屏幕静面的屏 有一点就是收集质管 所以说可能得尽量擦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功能 功能非常的丰富 如果说点主页的话 它会出现的是导航界面 当然从左边这边一画的话 所有的信息都会在上面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显示 比如说空调 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 会的价格也非常好操作 音量方法 这些退出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其他的一些亮点 比如说车辆的信息 点击进去之后 非常多的这种信息 它车辆因为是带了无线局用网 就是自带4G Wi-Fi功能 所以说车辆可以上网 车辆也有热点 自己可以作为一个无线网络进行使用 然后它带有L2级别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包括车道偏离预警 然后主动刹车等等 这些都可以在上面进行调整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此外车辆的很多的信息 太多了 这里都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个手动 手动的开启和关闭 它带了主动降噪 然后发动机 深浪的模拟等等 音响的话 这个地方 全车模式 可以进行一个调节 功能算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这一块屏 然后车辆的状态 全部都插得到 作为起身心来说 它车内非常非常有亮点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副驾驶 配了一个就是类似于飞机头等舱的这种 这种 它们称为旅王座驾 这个座椅首先大家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厚实 并且的话 它带有很多项的电动调节 以及座椅的按摩 然后我现在试一下 通过屏幕这一块 直接拉过来 朝后座椅 它有主架和副架的一个调节 比如说我们现在点击副架之后 点击之后 这里有一个休闲模式 一键 马上可以看到 它的座椅靠背 可以向后进行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调节 然后腿拖就已经升起来 并且座椅的按摩现在就已经开启了 可以明显感受到座椅在进行一个按摩 所以说它这一套功能的话 在同级当中应该是绝无仅有的 真的坐上去之后 的确是非常的舒服 刚刚我们之前也试了一下 可以关闭 关闭之后 如果说你要进行座椅按摩的话 单独进行按摩 它有两种方式 这里可以进行调节 然后这个地方 它有一键收起 这样的话 后排的乘客 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宽大的一个车内空间 那么再惨 那么再惨 Zither Harp 才会 杀